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陈思宁 月底到了不少小资族没钱的时候 都会把泡面当成救星 但你知道吗 全球泡面协会统计 2022年全球泡面销出1212亿份 创下记录 而且市调还预测 2022年到2027年 全球的泡面市场 年复合成长率会达到4.41% 而我们台湾的泡面市场 排名世界第16名 一年的产值大约有140亿元 卖上超过9亿包以上 而过去泡面是便宜的代名词 但是最近这几年 泡味的口味是越来越高级 而且价格也是不断地在上涨 现在可以找到 一碗200多块钱的高价泡面 而之所以有着转变 也跟疫情是脱不了关系 在疫情期间为了求新求变 现在很多品牌都是走 创意美食的路线 而不是便宜路线 而虽然全球泡面的销售量 是频频创下新高 但是这在经济上面 反倒不是什么好事 泡面这种即时食品 是1950年代末期 战后百费代新的日本出现的 泡面几乎是便宜快速又美味的代名词 也就是这些特质 像是在暗示着泡面卖得越好 经济就越烦恼 因为没钱只能够买泡面充饥 那泡面卖得越好 是不是代表着大家越来越贫穷 买不起其他的食物呢 今天的专题要带你一起来看看 泡面经济学 泡面到底有多行呢 根据国外网站的统计 如果把全球一年卖出的泡面 搭成一条巨型的面条的话 这长度可以达到62亿公里 这62亿公里到底有多长 就是面条可以绕地球将近13万圈 不过泡面商机这么庞大 背后居然又隐藏着一想不到的警讯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导 在永无止境的抗饥饿大战之中 泡面是最有效的武器之一 因为在众多的加工食品当中 泡面每单位的卡路里 它的成本非常非常的低 这也让泡面生产商被归类在 社会基础建设的一环 那为什么泡面被视为是 对抗饥饿最有力的武器呢 因为泡面是非常容易攜带 而且非常耐放 又能够填饱肚子 也能够接接嘴馋 尤其是在美国监狱 因为美国监狱提供的活食 是有名的差 而泡面甚至是已经取代了香烟 成为地下经济的主要货币 要知道要符合这种地下经济 所需要交流的物品 必须要是符合 人人都需要的这项条件 而泡面之所以被开发出来 就是因为刚刚有提到 1950年代末期的日本 他们战后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 因此他拥有非常多的优点 像是刚刚提到 容易攜带 耐放 温饱 便宜 快速 这些就这样被开发出来 不过这样的特质 才让泡面卖得更好 成为社会跟经济的警讯 尤其是在已开发国家之中 如果这种只求方便 温饱的食物需求增加的话 可能就会暗示着经济是开始放缓 或者是正在承受压力 那么照这样的逻辑来看的话 那么近年来泡面在全球各地的销售情况 又是如何呢 我们可以看到COVID-19期间 2019年到2020年 他们一口气是增了将近百亿元的幅度 因为有了防疫封锁 粮食供应受到阻碍 还有一些不肠煮饭的人的饮食需求的影响 所以增加了百亿元之多 将近百亿元 而根据世界泡面协会的数据来看 2018年到2022年全球泡面的销量 从2018年的1036亿份 到了2022年 它增长到了1212亿份 成长了将近就有17%的幅度 而且呢跟前一年2021年的118亿亿相比的话 成长将近成长了30亿份 而2019年呢 跟它比较的话增加了将近14%的幅度 而这其中呢 又以中国跟香港是大户 2018年中国跟香港卖出了402.5亿份 占当年全球数据的38%的幅度 到了2022年卖出了将近440亿份 这个时候还是维持在三成之多 只是下降到了37%的幅度 那么在疫情前后呢 有哪一些国家的销售成长数字是最为票悍的 第一名提到的就是土耳其了 土耳其他们的增幅最高 2022年比起2018年大增425% 也就是4.25倍之多 其次是肯亚的160 再来是哥伦比亚的增幅150% 可以看得出来 这些呢都是一些经济发展不在前段般的国家 他们泡面消耗量大增 代表着泡面正在发挥它的作用 提供给那些被通膨所困扰的民众 所能够负担得起的热量 那么疫情之后呢 销售数据 从日本的两大泡面巨头的股价来看 东洋水产最近一年 它的股价是狂涨超过65%的幅度 而日清食品也成长了57%的幅度 这些都能够看见泡面的消费 在后疫情时代 还是维持着强劲的成长 也代表了经济的放缓 而面对泡面销售火热的状况 日清的发言人是反倒非常忧心的说 全球越来越爱吃泡面 这并不是近期才出现的情况或荣景 这不是喜序呢 因为不容易腐坏的泡面 是象征着人民的脆弱 那么现在不只是经济落后的国家 爱吃泡面就连一些富裕国家的消费者 也被卷入要改吃更便宜食物的循环当中 2018年到2022年底 美国跟英国的泡面销售 同样都增加了14% 而追踪这泡面生产商的分析师就说 美国民众开始倾向于 要买一包1美元以下的泡面 在这块市场当中 东洋跟日清的市占率 分别是7成跟3成 因为这两大企业确保 即便泡面的价格上涨 还是会比这些罐头类的食品 还要来的便宜 这也显示出 民众偏爱购买低价的食品 这也印证了全球经济的脆弱 所以您认为 泡面销售的成长 真的是经济的警讯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留言 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 感谢您的观看